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外形上保持很不错 日前他在IG上分享自己13年前在浪漫满屋中的照片 让粉丝们大赞他一点都没变 宋慧乔在IG上分享当年他在浪漫满屋中的照片 还写道2004 Full House生气了吗 只见照片上宋慧乔绑着两条小辫子 还唯嘟着嘴生气的模样 让粉丝们大赞好可爱 跟现在一样漂亮 还有不少粉丝留言 这是看的第一部韩剧 最喜欢的一部韩剧 看来勾起不少粉丝们 当年追剧的回忆周立波回应乍娟 转账需时间 红慧请放下关架子 针对此前往传周立波乍捐一事 周立波晚间发文回应 全文如下 本人一大早指派国内同事 马上办理捐款手续 九点就罚微博声援四川灾区 因为石波我带救灾要紧 拘命为先 作为公众人物 任何理由都不是不作为的托词 但是快行转账需要时间 当天下午四点才到账 但中午十二点四川红十字会 就匆忙发布官方说明否定此事 吓我一跳 我 想怎么郭美美又回来了 红十字会 你们能不能起码先与我方和石一下再发声明 能不能起码站在捐款者的立场 想一想给我们一点时间 哪怕依旧需要何时 也比没有收到显得不那么冷酷吧 我正在想象你们坐在办公室的办公情景 说实话钱交给你们真的有点不放心 作为捐款人 希望你们放下官僚架子 用心做慈善 将我和每个捐款人捐款的实际去向 位置成表给捐款人交代公权 社会监督 灾区同胞缺钱缺物 你们再不要浪费一分钱了 在此 我呼吁全社会好心人 此时此刻 请不要再像红十字会开炮了 此时此刻 请向红十字会捐款捐物 我宁愿相信郭美美之余 红十字会是流言 我有信心在此千军一发之际 红十字会能尽心尽职 重塑形象 祈福灾区 天佑同胞 相关阅读 周立波批持香藏毒风波 向四川镇区捐款一百二十万 周立波发文宣布向四川地震灾区捐 款一百二十万元 并委婉表达对陷入持香藏毒风波的心境 正有委屈才知正义之珍贵 有灾难才知祖国之温暖 我的麻烦绝不会是我的麻烦 灾区的困难才是大家的困难 国难兴邦须行动 周立波今日已通过四川红十字会 向地震灾区同胞捐款一百二十万元 进往一处使 新往一处想 虽往一处留 举国体制威力强 天灾外货一扫光 四川加油 中国加油 周立波发文称向镇区捐一百二十万 四川省红会 未收到 网上出现周立波通过四川红十字会 向地震灾区同胞捐款一百二十万元的消息 对此 四川省红十字会回应 截至2017年8月10日12时 尚未收到以周立波先生名义的捐款 也未接到周立波先生本人 或其委托人向往会表达向地震灾区同胞捐款一百二十万元的意向 省红十字会将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按照捐赠人的意愿 以及受灾的需求要用好捐赠资金 接受各方面监督 四川红十字会 10日16时19分04秒收到 周立波捐款 四川省红十字会设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捐赠账户收到上海慈善基金会 从质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转来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备注为四川酒债沟捐款 周立波 感谢周立波先生的爱心 感谢社会各界对四川省红十字会 参与酒债沟地震救灾工作的关注 信任和支持 四川省红十字会将继续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按照周立波先生的意愿 以及受灾的需求用好则比捐赠资金 接受周先生和社会各界监督